大家好,我是李门路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 这个泼了很久的一款炉子 就是SOTO的372 这个是一个19年初的一个套装吧 就是它除了炉子以外 才带了个1.25升的锅 我们进来看一下都有啥 开箱呢 昨天已经给大家算是开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说开箱这过程了 我们只说这个东西 我们先挑简单的 这个锅 这是个典型的一个绿合金的一个锅 就是一个铝锅 然后带那个硬化涂层 他用意料 他这个不带那个把手 但是呢 他带了个小费件 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这里 这个也是他家自己的这个锅夹 可以这样的拿这个锅 然后呢 锅夹的背面呢 把手这个部分也是个夹子 夹一些比较热的东西啊 或者什么样的 比如说泡面的时候 你把糖尿带进去 然后可以用这个东西 把包装取出来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锅里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典型的一个铝合金的 然后双边硬化铝涂层的 你看里面啊 也有一些划痕了 所以这个涂层也不是很硬啊 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的底面 它的底面的喷漆和 侧边还有内部的喷漆是不一样的 底面是略带磨砂状的 官方说是可以增加磨砂力啊 就是事实上也是如此的 比光纤器肯定好一些 可以增加磨砂力 提高稳定性 然后这个 是个小抹布啊 一看是那种超级纤维的抹布 然后为了防止这个 这个不是很阶色的这个铜层 被这个金属这些东西碰坏 它做了一个这种收纳设计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啊 展开可以是一块小的抹布 然后呢 因为它有两个两个兜嘛 它可以将这个折叠起来 变成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收纳包 然后将这个小锅夹收纳在里面 这样就好 然后放在这里面 这锅还有个设计 很有意思的地方 这是一个锅盖 它锅盖的使用了一种非金属材料 我们可以称为塑料的 官方给它定义很多功能 别看就两边 然后首先这边 看到这两个这个刻度没有 但是可以放这个气罐 就把气罐放在这个上面 因为如果你有不平的地方 或者怎么样的 可以增加一个就是稳定性嘛 然后还有就是翻过来的话 这边可以当成一个切拆板去用 包装是这么写的 一个很大的包装 包装是这么写的 可以当成这个切拆板去用 但是我觉得应该 也不是什么好用 这边是带了一个绿水设计 就是当你想吃半方便面的时候 你可以带水倒掉 然后我们不得不配付这种 优秀品牌的设计 确实很多点还是蛮人性的 包括这个盖子也很特别 它使得一种像那种纸一样的材料 具体材料我没有去查 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核心作用 除了好看和手拿以外 重点我们还要说炉子嘛 它是这款万用炉 其实也不能说是万用炉 就是只不过是比较常见的燃料 它都可以用 可以使用这是个油泵 可以配合油壶 去使用燃油作为燃料 这是炉头 它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东西 这是气罐的接口 就是说它可以除了用燃油以外 它还可以用这种扁罐作为燃料 不能称为万用炉 我觉得最多算是多用炉吧 当然如果说你有转接头的话 也可以转接长罐 也是可以用的 燃油呢 官方说可以使用 官方指定的燃料叫白电油 也可以使用汽油 就是92号以上的汽油都可以用 但是使用汽油 带来问题就是 就是这个维护的问题 还比较麻烦 在它老家日本 它是可以有能买到 就是一生装能专用的燃料 就是白电油 在国内呢 对这种易燃品管理比较严格 所以说很少 很难能买到那种燃料 所以很多小伙伴就会用汽油 有人选择油炉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燃料比较容易获得 但是以现在情况来看 可能不如以前了 因为比较正规的加油站 是不允许你去使用散装汽油的 所以获取这种燃料的渠道 就没有我们之前那么容易了 当然说可以从摩托车 或者汽车的这个油箱住 获取一部分的汽油 作为燃料用是可以的 摩托车比较简单 就是很多摩托车 是没有防导碗的 是没有绿碗的 直接从家口就可以取油 但是呢 汽车就不行 特别是家用车 它的那个油箱 是不可能直接取油的 因为它是带有绿碗和防盗的 所以说你是没有办法 把管子缠进去的 当然有其很多方法 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说 除了汽油以外 它还可以使用 比汽油贵的这个溶剂油 作为燃料 当然这种东西 属于一种化工产品 也不是特别容易买 比如说你像有些商店 是可以买到的 比如说有些做油漆的 或者是做那个五金的 或者做电子产品的 商店是可以买到的 溶剂油的好处 就是它燃烧更清洁 但它成本比较高 价格是汽油的一倍 不管怎么样 油炉的使用成本 也是要比汽油低很多的 这个炉子是收纳状态 我们可以先将它掰开 轻轻一掰 然后它会有个机关在这里 会咔嚓一声 这是一个锁定状态 就锁定了 然后边这个电脚 是我自己后夹上去的 我觉得可能能起到 一个防滑的一个作用吧 这样的 这个炉子有几个特点 首先它的这个喷口 官方说一共300个喷口 而且它是向下弧度的 配合边这个圈 能起到一定的防风效果 据说还进行了静音设计 就是燃烧的声音不会那么大 收纳方式很有意思 你只要轻轻上上一推 然后就可以顺序的这么 将它往上推 就可以折叠起来 整个收纳体积还是很不错的 算是比较小巧的一块炉子 它没有点火装置 你需要额外的去使用 点火装置 最重要是你会发现 它没有那个气阀 是因为气罐的气阀 在气罐接头上 燃油的气罐在油泵上 单独的主体应该是200克左右 不到300克 不能算是小巧 还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体积吧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个气罐的支架 它是可以展开的 展开之后呢 是这样一个情况 它实际上是 气罐是可以倒置的 就是这么放在上面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这么放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发现很有意思一件事 在这个管路的街头上 是有一个保护装置的 就可以保护这个 小的这个东西 不进入一些脏东西 或者是防止一些磕碰 或者什么产生 然后在这个 这是油泵 油泵的这个地方 其实也有一个小的这种保护装置 防止这个输油口 发生一些堵塞啊 或者什么情况 然后唯独这个气 这个气罐接口 很有意思啊 就裸露在外面 让我觉得很不爽 不过你不用担心啊 你们的保障UP主 早有准备 当当当当当 我们给它加一个上去就是了 忽然有点强迫症附体了 就是人家都有保护 就这个没有 感觉很不 很不爽的样子 所以说我们给它加上一个小的保护的堵头 这样就可以了 说一下这个气罐怎么用啊 其实我建议大家是先装气罐 先把气罐拧在这个上面 然后再连接这个管线 但是呢 因为装上气罐之后就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所以说我们先连接这个东西 大家看啊 我们把它拔了是这样一个东西 先连接这个管线 然后再拧这个气罐 你直接插是插不进去的 你先往后掰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就像快接一样的开关 这个开关归位 就可以了 就说死了 然后我们再把气罐介绍 好 还建议大家就是那个先先顶气罐啊 就是我是为了跟大家说清楚管路情况 所以是后弄了 然后这里是问题来了 一定要想念所谓使用说明书啊 就虽然说我们气罐可以倒字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特别是点火的时候 一定要将气罐震过来 因为如果倒字的话 容易出现一些 它攻击量过大 产生一些危险 对吧 我们先来试一下 好了 我们归一下灯 看的比较明显一点 我们从侧边模拟一下 有点缺氧 还是有一定防风效果的 是吧 我们开到倒字一下 见证奇迹的时刻 还是很猛的吧 好了 这应该是最大的情况 这气罐倒字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把它震过来 看就会稍微弱一点 但也不是特别的弱 小一样 好 这样吧 我们再把它倒过来 是吧 一 下午了 官方说 它的最大功率是3500瓦 在最大功率的时候 它的这一罐气可以使用 这个230克的气 可以使用0.8小时 也就是48分钟 整体还是很好的 可以使用48分钟 好 我们现在关了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油 未来我们家屋顶 收担体积很小的 放在一边 我们说一下这个油 我们说到油炉 很多小伙伴 首先想到的是 使用油炉的有几大好处 第一个就是燃料比较好获取 几乎现在有人的地方 只有车 有车的地方就一定有加占 所以说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但是可能遇到的问题 刚才已经说过了 第二个说 它使用比较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大家简单计算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刚才那个在使用气 在使用这种扁罐的时候 它使用230克的气罐 可以使用0.8个小时 也就是48分钟 而在使用燃油作为燃料的时候 这个虽然是个700毫升的瓶子 但是最高只能装 这个480毫升的燃料 480毫升的燃油 可以使用1.6个小时 也就是1小时4分钟 那么也就相当于 一升燃油 可以连续使用3个小时 即使我们用比燃油贵一倍的 这个溶剂油 平均一小时的使用成本 也就4块钱左右 而如果使用汽油的话 可能每小时的使用成本 不到2块钱 所以说这是比气罐要便宜很多了 为什么这个700毫升的油罐 只能装480层的油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它油控设计 这上面说明 它要求是这个要高于水平面 什么叫高于水平面 这个油是不能超过这根管的 不能超过这根管的 和长罐的要求很像 它一定是有个出息孔 应该露在这个页面以外的 所以说如果你装满了 这个被堵上了 那肯定是没法正常使用的 700毫升的油罐 最多只能装480毫升的燃料 看这上面是有标记的 也就是说你装油 是不能超过这个标记的 然后它使用1000毫升的罐 实际上它能装720毫升的 这个燃油 也是装在这儿的 因为要求它放到之后 这个上面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不能全部装满 我们来这个做一个示范吧 这里面现在是有燃料的 就是我使用的是溶剂油 然后将它装进去 它这个油泡的这个设计还是很精密的 所有的开关都在这个上面 大家看这边有几个开关 这会跟大家说一下几个使用方法 这是开关可以拉出来 拉出之后才可以正常调节它的各种状态 然后扣上之后就处在一种锁定状态 无论是使用还是运输的时候 就一定要处在一种这种锁定状态 这上面有说明 虽然是日本的 然后这个就简单了 就是往里打气的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接管线的地方 你拔 然后这个拔出来 然后这个是个支架 你在用的时候就说处在这种状态 这样才可以使用 这个是个压力 怎么说呢 这个是个压力指示 就这 一会我们先打打压 它这里面压力够了之后 就会凸出来 会有个红线 打到红线这就可以了 这个油炉害过问题 就是比较费人 是你需要往里打气 当然不一定一次打满 因为它中途是可以加压 然后官方给出的 给出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信息是连续按70下左右 就是它那个红线就可以出来 大家看这里 这个想着这个 铜已经看到红线了 打着这个红线了就可以了 可以 自己官方声称是无需预热的 但是实际上呢 也不是计点机用 它一定是需要有个预热的过程的 这个预热的过程还是蛮 蛮壮观的 所以一会我们要去户外去试一下 因为我怕把我们家房子给点了 现在是在户外了 来注装一下这个炉子 因为真的很壮观 首先还是这个 我们要把它 这个铜的这个东西往后一掰 然后把这个堵拿下来 这样的 然后这个也是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它的控制开关 控制开关我们先把它拔出来 拔到这样的状态 然后一个档两个档三个档四个档 这档就是默认的是关闭的 然后我们要先开到这个档 开到第二档之后就可以点燃这个气炉了 但是呢 这时候还不能正常使用 你要等到火焰稳定之后 变成蓝色的时候 再调到这一档第三个档 第三个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然后可以调整个火力的大小 然后这边这个档呢是泄压档 就是当我们使用完之后 这个红的这个这个这个小的这个压力指示 还没有完全复位的话 或者是里面还存在压力的话 会导致其实你这个扭是扭不开的 而且其实扭开会容易产生一些液体飞溅 非常危险 所以说我们使用完之后 要把它扭在这个卸压档上 在任何档位情况下 你可以快速把它按回去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紧急停止按钮 按回去之后 它的这个输出就会被立刻停止 这样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紧急 关闭的一个作用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出来玩 因为在户外是又疯的 我们要等它全变成蓝色回暗的时候才可以 它慢慢稳定了 好 看 是不是变成蓝色回暗了 这样才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我们要调到下一个档 好 在这档位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白天的话 你这个火焰几乎是看不到的 你只能看到很小小小火苗 然后我们这可以调成火力的大小 小一点 现在有风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火苗 可以看到这里面 官方说的300个小火苗 很有意思 我说可以拉近看一看 这300个小火苗 还是挺萌的 现在其实外面风还是蛮大的 证明它这个防风设计还是起到一个效果 我们试试 又要吹缺氧了 所以说它这个小的防风设计还是很有效果的 它说机做的进行设计 正常燃烧在75分贝 我觉得没有必要分贝仪再撤一下了吧 好了 我们关了吧 这个关闭档的时候要等一下 它火苗慢慢的熄灭 这样才可以 虽然我很不情愿 但是还是要演示一下如何进行泄压 我们扭到这个泄压档 虽然它一直在泄气 但这个气体不是可燃气体 是里面正常的空气 听声音要等到没有声音才可以 是吧 它是有声音的 要等到没有声音才可以 不然的话你这时候拧开这个容易崩一身 还崩一手 好了 我们就回来 这就是这款炉子 它这款除了能换气罐以外 它其他的这个和它另外一款很经典的371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是一款还算比较成熟的产品 它除了这些核心配件 这些配件都是可以更换的 拿着手扳手一拧就拧下来了 在使用之后一定要将这个东西扣回去 就是处在正常使用的时候 它是处在这个状态的 就是我们在运输或者是非使用状态 一定记得把它按回去 你这个不会回去的话 说不说说有可能产生漏页啊 所以说用完之后一定要讲它 就是按回去 然后这个有一点大啊 但是它里面能装720毫升的燃料 这样的话 这个燃料可以使用200小时左右 如果你不吃火锅的话 正常这些简单的烹饪的话 你每次使用的话 也就15到20分钟左右 然后具体它的这个性能 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就在实际使用中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改天我可以拿我手里的其他炉子 接近于它的功率的 进行简单对比也好 或者一个即时的测试也好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小伙伴 记得积极的点赞关注 如果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 一定要留言给我 说明下期就是你想要的呢 我是你们的路 耶 我们家猫在爬树 但它现在很胖 爬树爬得很费劲 我要先去救它